都没有做 好主观众带来关心到 在今天国民党的重头戏就是中广董事长 也就是战斗兰的精神领袖赵少康 他是召集了韩国瑜以及侯友宜 来替30多位的兰小鸡站台造势 不过呢可以观察到的是 今天并没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那么其实韩国瑜大约是在10点10分的时候 抵达现场来看一下现场对行 都怕到大陆都想遣返台湾 修改这个刑法 五年以下改成最终二十年以下有去徒刑 二十年你严重就判你二十年 然后呢这个死刑犯除了少数有疑虑的 三个月内全部执行完毕 第五 第一阶的职业军人 每个人每个月加些量 他可以看到了 其实现在是中广总事长赵少康 他在念的是和战斗兰共同起草的政策 那么可以看到呢 其实韩国瑜还有侯友瑜 侯友瑜是坐在正中间 而韩国瑜是坐在他的左手边 不过两人是除了进场之后呢 就没有太多的交集 那么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还有一场朱韩会 对于会不会接副主席这个位置 韩国瑜稍早的时候也说到了 他还没有答应 但是也还没有回决 那么在今年也就是面对2024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共同的团结 希望可以赢得胜利 那么以上是在中国最新疆世界镜头 交回给铺内之国